陈东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盛虚》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千灵九十集 映哲仙 细致空灵不染人间烟火气 但是现在仔细看完这块石碑后 居然脸色飞红 然后将岩石直接砸在小道士的头上 小道士满地打滚在那里装怂 哦 二娘 你要杀人吗 疼死我了 影无敌走来 那可真是脸色黑如锅底 因为小道士一而再的在岩石刻字 说它是个解控 他认为这将他的名声给败坏尽了 小道士死鸭子嘴硬 舅舅 你还有啥名声啊 你问一问 这里谁不知道你恋解 影无敌气坏了 绿胳膊挽袖在这里痛殴小道士 舅舅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他 你还不醒来 小道士居然想给影无敌来个当头棒喝 影无敌脸色断石黑的发亮咬牙切齿 你 再说一句 你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看 小道士叫板 砰个一声 你还真打舅舅 练解是病得治啊 小道士也是豁出去了 死鸭子嘴硬到底 然而 很快他就不平衡了 看到他爹正在拿着两块岩石 跟他娘还有应哲仙在那里温声细语 交流着什么 小道士气坏了 这个可耻的爹还真用他的刻字去撩人 简直要气死他了 他在这里挨走 他爹在那里风光以泥 一脸荡漾之色 太可恨 太不要脸了 接着应小小来兴师问罪 小道士 你叫我姐 还有洛英姐 描述的重心重义 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念处风 看得人心中连一点点 为什么轮到我这里 就一笔带过 没有戏苗 然后 一只小拳头就砸在小道士的眼眶上 让他惨叫 小道士想骂人 这叫什么事啊 没有编排银发小萝莉 他反倒不乐意了 因此来殴打他 真是无语问苍天 想问一问 这世间还有公道吗 你 你该真不会想 做我小娘吧 他不知死活的问道 然后 还玩那么大的拳头 就落了下来 硬无敌还在那 果断出手再次暴打他 哦 疼死我了 停停停停停 我服了 各位娘 各位叔就我道歉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们收手吧 很长时间 这里都无法平静下来 楚风没有隐瞒 讲述自己在石墨盘那边的经历 提及数百具身师横尘一地 让在场的人面色都变了 成为神又如何呢 到头来还是难逃一死 而且晚年那么凄凉 被灰色物质纠缠一生 死不瞑目 实在是惨烈 哇 姐夫 你掌握有神级艺术 六位神奇的最高产成 银发小萝莉大眼发光 听到楚风所获相当振奋 楚风神色凝重 别忙着开心 我问你们 真的敢练吗 他现在越来越忌惮 在这个世界所获甚多 得到最强的神奇艺术 可是他却有点不敢练下去了 应哲先很理智 也很冷静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需要证实 我们尽量 不要先进去过身 是不是太遗憾了 神奇艺术啊 注定可以成神的秘法 就摆在眼前却不能修行 太闹心了 欧阳风是抓耳挠腮 这东西能不碰 暂时还是不要碰了 等找到解决办法再学也无妨 况且 我们按部就班的修行呼吸法 这要是百年过去 精神能量也能提升到非常惊人的地步 楚风 亲眼看到过那些神奇死后的惨状 连神血都带着星愁 有腐烂的气味 挥舞弥漫 他觉得心中发毛 秦洛音同意 尽量不接触艺术 滚住我们自己 在场的人都郑重点头 其实这片空间的宝贵 不是因为有艺术 而是时间流速 跟原来的宇宙不一样 楚风询问 对了 你们在深渊附近发现神药了 他有些心动 是啊 那神药会飞 异象分成 弄象扑鼻 太诱人了 可惜我们不敢去采摘 一直在等夭夭到来呢 欧阳峰说到这里 就有些兴奋 我决定了 从此以后 开始惊严场域 楚风下定决心 他觉得 利用这里的时间流速 参悟场域 足以挣脱场域 大师层次的桎 谨升到宗室领域 那样的话 无论是血色山风 还是深渊这里的药草 都有可能顺利采摘到 这样的话 场域造以精进 才要服食 实力也会跟着打进 一举两得 而且 不会有诡异物质纠缠 不用担心 晚年有大祸降临 楚风越想越是异动 带我去深渊看一看 他决定 不到万不得已 暂时不练小六道时光树 他希望 那一天 永远不要到来 好 一起过去抓一抓 欧阳风带路 其他几人也跟着 小道士终于不再被殴打 他一脸忧怨之色 说是毕临深渊 但其实也需要六七天的路程 因为那深渊中有神手 他们不敢离得过境 怕被洞察出什么 七天后 他们沿着荒原赶到一片奇异之地 一口巨大的深渊 横跟前方深不见底 黑洞洞的 仿佛会吞噬人的灵魂 他实在太大了 如同黑色的汪洋 非常的浩瀚 秦洛音介绍 这只是六口深渊之一 这里相对来说 较为安静 平日没有什么人接近 楚风点头 来到这里后 就已经闻到淡淡的药香 在深渊下 光芒点点 不时有雀鸟提鸣声传来 楚风睁开金睛 仔细凝视 下方 竟疑似有一头猪雀在盘旋 火红而灿烂 据几人讲 那是神药 自己就能飞天断地 楚风讶异 这里没人守护 这座深渊 较为特殊 沉睡这一个 非常古老的存在 它不需要守护 平日不惜外人打扰 所以很安静 其他五处深渊外 截然不同 不仅有地下城池 还有药田与方式等 平日非常的热闹 神兽是否修行艺术 有的修行 所以寿缘很短暂 但有的不修行 比如这里沉睡的古老存在 没有任何的诡异晚年 他活了很久了 让各方忌惮 当然 不修艺术就意味着 要熬过相当长的一段 平凡岁月 看着别人冲天而起 而自己只能慢慢惊计 但是神兽天赋惊人 到头来 肯定能成长起来 深渊下的神药 偶尔会化成红色小鸟飞出来 战翅翱翔 弥漫药香 留下大片鲜红 而晶莹的光雨 可惜他很谨慎 抓不住他 欧阳峰眼神热切 对深渊下那株神药 都快流口水了 其他深渊 最少都是两三头神兽 共处在一起 唯有这里 一头神兽独居 据悉 可能是一头神情朱雀 正是该族常年居住在此 他们的精血 与气息滋养出神药 外界猜测 朱雀一族人丁单薄 血脉越来越少 即将灭族 剩下的唯一一头老朱雀 始终沉睡 就是想尽可能的延续该族的血统 再想办法 我在这里施法的话 不会惊动那头老朱雀吧 别闹出太大动静就行 那头神情沉睡很多年了 一时半会儿 醒不过来 楚风凌空而起 运转 呼眼金睛 站在深渊上方 朝下方观看 两道金色光束浮现 不过 却没有冲入地下 化成符号 熠熠生辉 他现在 动用这种神能 已经足够娴熟 不一定非要光芒暴涨 惊动四方 这深渊太幼深了 而且非常宏大 底下广袤 楚风感觉 最起码有数百里深 然后 他仔细寻觅 终于有所觉 那是 他瞳孔收缩 在一片石壁上 看到一个巢穴 那里有生物 仔细凝视 一头老秦浑身羽毛 都快脱落干净了 露出苍老的肉身 一动不动 没有一点生命气息 浮在那里 像是已经逝去 最为让他吃惊的是 巢穴中 还有几头红色的鸟雀 都很小 浑身 羽翼鲜红 步履蹒跚 正在撕咬一头蟒蛇吃 亚圣 楚风大吃一惊 那头蟒蛇已经死去了 但是 他头上的金色鸡脚 弥漫的能量 绝对无比强大 疑似亚生 这是谁说的 朱雀一族没有后代 明显消息有误 楚风 输得收回目光 赶紧的倒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次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